刚刚我们讲的是双手系列 对吧 双手在下 双手在对对对外 这是四手系列 四手连弹系列 这个所谓的语字 还是个不守 语字其实就是四个手 怎么四个手呢 一个爪 两个爪 三个爪 四个爪 上面两个 这个你可以说是这个爪 也可以是说这个 是这个右这类的字倒过来写 共举也一起把它举起来 它的语法是一个不守 这个字古书里是没有的 是不用的 古今没有这个字 这个字哪来的呢 就是从一系列 从这个字的不守 这个字里面拆出来的 读音啊 这个读音是从这个语字来的 语字的读音 是从中间这部分来的 这就是简化字的语 对吧 简化字的语 其实是牙齿的牙的错字 语字的读音是从牙齿的牙来的 语跟牙的上古音是极近的 这又不好解释 好 我们看这个不守 这个不守 我们把这个不守下面好几个字 有语啊 心啊 什么牵啊 这些 把这个语字提上来讲 现在我们这个语啊 是这样写 对吧 就不知道旁边这下面是什么东西 看小传能明白 就是这个四个手 对吧 中间拿一个什么 拿一个语 中间这部分 就现在语差不多吧 诶 这四个手拿个语 是什么意思 拿个语的语 语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拿 看这说法的解释是挡语也 这个语是挡语的意思 为什么四个手拿个语是挡语呢 为什么下面两个手拿个手是挡语呢 好 我们先复习一点 刚才我们讲啊 凤线的凤 其实是 呃 不不 凤线的凤 其实是捧的出纹 既是捧 又是凤的出纹 对吧 它其实就是两个手 随便举个东西 往上举 那么它选择了一个 风作为它的 被举的东西 又同时表示声音 跟这个 瘦字 用一个 用一个 是吧 中间用一个 中间这部分啊 是周 瘦什么东西都可以瘦 它选了一个 音符 声符 既可以做那个东西 又可以做声符在中间 对吧 语部的字都是这样 这个字啊 看个文字字形 就是四个手 是吧 这个四个手更明显了啊 更明显四个手 四个手 中间拿一个什么东西啊 到这不认识了吧 是吧 这蛮怪了啊 这个人不认识啊 这个之前我们讲 尺部手和讲过 这个就是牙呀 单半的叫 两半的叫牙 尺是前面那盘用来切碎的 牙是后面那盘用来磨它的 是这样的吗 这是什么 牙 两个这个大牙 它互相卡起来 这个字 后来就成了我们这个牙字 是吧 问题是呢 它在语这个字里啊 是做声旁的 牙跟语的古音 当然很近 不巧的是呢 被作为语字声旁之后啊 它就不被认识为牙了嘛 就老被搞错 后来啊 这个字在历变的过程中就成了 其实语跟牙本是一字 就是这个在给语的语里边 做声服的那个牙 后来鹅变成了这个简化字的语 这样说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 就是 我给你一个东西嘛 或者我们共同拿一个东西 那东西用什么代替呢 用一个可以表音的东西 不是四个手拿一个牙 好吓人的 拔牙也四个手拔不着 什么 多大的牙 四个手拔老虎牙 是吧 所以这个部分 就跟这构型 就跟前面那个凤 跟前面那个兽 一系列 那么语的本意是 语的本意我也搞不懂 因为啊 这个四个手拿一个牙呀 拿一个东西 它可以是共同参与 对吧 一起拿嘛 也可能是给予 哇 这个两个手把一个东西 给另外两个手 这又讲得清楚 但是我更倾向于 这个字是贪欲的欲的本 这个字跟后面的这个心啊 这些字啊 这些 从这个部手的 往往还不是递给它的真意 而是一起怎么样 这个我很怀疑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看这个本意 授予给予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都很晚啊 都是战国了 都实际了 对吧 都很晚 帮助援助 这都是一个意思过来的啊 是吧 我给你就是这个帮助援助 同类同盟者 同类同盟者是从哪来的 到底从哪来的 是从给你来的 还是从参与来的 这两个谁的本意 搞不清楚 但是似乎是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给你和一起来 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哪个是跟 这个就真讲不清楚啊 欲连此起 这我就不讲了 常见 好 欲诗 就是到这个诗里去 对吧 涉猎赞许 参与的这个意思呢 跟这个语也有点不一样 参与这个 就是我到里边去 是和你一起去 干一个什么事 但是又不像是 我们要共同心办 或这个 这个举办一个什么事 反正从这个事情来看啊 我们就丢掉了 就不好说 这个语的本意是 四手拿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明确 这是很讨厌的事 所以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可以告诉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